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奇效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62节节目 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 G1复刻的玩具 这是天王星 也是钟浪颖月兄 借给我的这一波玩具里头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那感谢他这段时间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趣的玩具 那天王星的话 我先前拥有今年2.0的那一款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一看 它在人形上面 做了非常巨大的进步 特别特别是在 它的背包的处理上面 在原本的G1的复刻板里头 你有非常巨大的水瓶的翅膀 还有垂直尾翼 跟水瓶的尾翼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还不止说它非常的巨大 它在变形的过程当中 甚至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拔叉 那可以说是 在这款玩具的话 我彻底地去感受到 说实在的进步 你玩到以前的东西 你才能够知道 说现在的玩具 到底有多少的一个进化 那么它身上的合金部件 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块部件 整个都是铁 所以这个玩具其实非常的沉 非常的重 那它身上的话 有一个奶射线的装置 这个是令人怀念的发射子弹 它这个手臂是这个样子 你轻轻碰一下 它就会弹射出去 很容易就触发 那年轻人的一个习惯 这个手臂的话 它还有一个拳套 这个拳套的话 是变形的过程中 是必须把它给拔掉的 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 就是见证它是比较老的一个设计 当时的 这个克服的困难要比较多 那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手枪 Megatrol的一个手枪 它这个地方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 它原本的话 还有附带一个枪托的部分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手枪的造型 但在这个情况下 就无法握在手上 必须把这个手枪的这个部分 做一个拆除 我们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狂派的标志 还是引得非常的清楚的 这一侧就没有了 那它还有附带一个子弹的部分 这个子弹的话 我给各位示范一下好了 如果你安装这种子弹的话 它能够插进去的 的这个就是只能插这么多 一定会有一截在外面 这老外的尺寸就是不一样 一定会有一截在外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难看 因此的话 今天的话 我都会用这个奶色线的 这个管子的话 来做一个安插 那它的一个人物的可动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手臂的 这样子上下的一个前后的洞了 而且在把玩的时候 很容易去搓到这里 会悟出这个子弹 那说明书的话 应该说合会的话 是把它的这个子弹的话 也往上面翻上去 也不是不行了 甚至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好像是比较安全一点点 那这样子把玩的时候 就只能够手臂 在前后这样子动了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当中的话 会使用到一些拔刹 我们就今天的话 我们就玩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这个奶色线跟这个拳头 必须可以拔掉 拔掉拳头是一定得拔的了 那这个脚掌往前翻 到这边 那后面的这个水平的尾翼 只需要折一个角度 这样就行了 然后这个翅膀的部分 你可以往外边这样转一下 推出去到这里 好 先到这里就行了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头的话 从这里 它头这个黑色 有一个黑色的连接感 它这里的话 是要先把它给推开 然后再这样子 把它给转出去 这个变形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 这个MP 这个旧版的MP 就是这样子 那是MP2.0版 好 这样子 这个飞机的头部就算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手臂的话呢 是这样子 推起来 把它往中间这里 放进来 好 这边 推过来这里 然后它会放在 你看到前面有两个图 两侧各有图 扣进去 扣进去之后的话呢 跟飞机的头部 有个缺口在这里 再把它往上扣上来 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水瓶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飞机翅膀 给放下去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 没有 没有特别去拔掉这个 翅膀的部分 只需要拔到 这个 我已经碰掉了 只需要去拔到手臂 还有奶色线 它奶色线拔下来之后的话呢 就是扣在 这个飞机的下方 这个时候呢 请务必小心 因为很容易手去误击到了 所以一个不小心的话呢 就会发射出去啊 这个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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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小心一点好了 这个 一天到晚 嘲笑年轻人干什么呢 好 到这里 那它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 前起落架 有另外一根 前起落架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 扣上去 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再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一个翅膀的部分 如此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 G1复刻的天王星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 那这个拳头 是必须拔掉的 所以这是一款 拔插变形的玩具 那把这个 这个起落架装去之后呢 它的滚动性 非常的好 推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流畅的 那大小的话呢 倒是非常的巨大 这个玩具应该 我估计吧 应该是超过15公分啊 对 就是一个15公分的尺 它已经大过它了 那我们就干脆拿出 也拿出它这个 这个今天2.0的这个玩具 我们来各位看一下 大小尺寸 确实我们这一款 G1复刻的话呢 都大上非常的多 而且这一款的话 它好像我记得 对 前面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起落架 但它另外还有前面 相乎两个文字 哪一个比较还原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G1的 Statman应该是F15 所以它的一个 应该是这个 是比较正确 因为MP的话 我记得是起落架装 中间这里 玩具本身 在变成载具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中间有很多的空洞 我指的空洞 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空洞 而且两个腿中间 这里还是屯空的 没有另外组合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就是 嗯 真的就是一个老的玩具了 老的玩具了 那分量很够 金属的一个质感 还是相当可以 但其他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 如果你玩过了 玩过了现在的玩具 这款Starswing 其实把玩起来 是非常需要小心翼翼的 可能不是很过瘾的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记得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